巴黎奥运直擊五一歲高齡衰敗由榮殿堂級滑板大叔 迎進掌聲十六歲的英國少女Sky Brown 日前贏得巴黎奥运女子滑板公園賽銅牌 與他攜手搭上賽場的環包括另一位同齡女生老A Tamling 可視就算兩人年紀相加,也不及另一英國男將Andrew MacDonald 五十一歲的安德魯·麥克唐納德是一位滑板界的傳奇人物 他代表美國參加過比賽,但在兩年前取得英國國籍後 今屆以高齡首度出戰奧運 中在男子滑板公園資格賽紙報,他仍然贏得全場的掌聲和學賽 他表示,我的目標只是去奧運,我來到了,所以我享受每一分鐘 這句話證明了年齡只是一個數字 安德魯爾身體力行向大家展示了這一點 Andrew MacDonald造型很不板仔,新一代幾乎都以白衣配工人富士人 他卻以藍色上衣配搭先黃色頭盔,有選手說 最近一次Andrew MacDonald在極限運動會獲獎,而要數到2012年 他1994年成為職業滑板運動員 今屆其餘21位參賽選手中,有20位當年軍未出世 假如有一個人值得參加奧運,那肯定是他有跟他同場比賽的滑板運動員說 在Andrew MacDonald清霸的年代,滑板離奧運仍很遠很遠,甚至並不普及 雖然他曾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閉幕禮上,與一眾滑板好手進行表演 但他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的目標只是去奧運,我來到了,所以我享受每一分鐘 他登場時高舉滑板扮鬼臉,板上戴銅色頭盔的骷髏頭 跟他有幾分相似,又做手勢自招已經51歲 比起年輕一輩運動員,Andrew MacDonald的動作難度不算高 但整體相當流暢,結尾動作嘗試打空翻失敗跌落地 他依然笑得開懷,像體操運動員一樣展開雙手 觀眾也因他投入其中,最終手輪獲76.61分,讓全場奔滿到狂虛裁判 那一記動作我是為觀眾而做的 老實說,我根本沒有看過計分板 即使每一輪都從板上跌下來,我都毫不介意 他與教練打倒,只要完成某跳躍動作 即可獲一火蒙古選手的徽章,結果夢想成真 賽後向記者樽樽樂道 訪問期間又突然退後訴報,拿出電話拍下自己被包圍的可愛畫面 他就是有趣的代言人,無論你什麼年齡,都可以很有趣 Andrew MacDonald證明年齡指示數字,我不會因為變老而退役 只會因為退役而變老,畫板令我保持年輕 他當年來以碗池為主項,那是14呎高 每邊尾端有近兩呎垂直的場地 選手能更有速度及騰空時間做動作 但奧運公園賽港球路線設計 不能單靠技術,他便努力訓練 我12歲就玩畫板,一直學習新動作跟技能 因為畫板是種藝術,創作,沒有對與錯 同一個動作也可以各有風格,不會悶 我可以日日玩,所以我不能停下來 這是為了我的心理根身體健康著想 今天練習時一直失手的他 最後一輪比賽中完成了心目中渴望的那幾動作 開心、興奮、解脫、感觸把所有情緒一次爆發出來 放聲大叫 這是我今天最喜愛的時刻,全場觀眾也站起來 鼓掌致敬者為一代傳奇 我不想我贏,是因為有些人落敗 我渴望我贏,是因為我做到了最好 安德魯的出色表現贏得了觀眾的尊重和讚賞 他的精神和堅持也激勵了許多人 即使在競技場上失利,他依然獲得了許多人的尊敬和外帶 他的故事向我們證明,只要你擁有堅定的信念和熱情 年齡或許無法成為你的限制 安德魯、默克唐納德的故事提醒我們 年齡不應該成為阻礙我們追求夢想和挑戰自己的障礙 他的精神和態度應該成為我們學習和效仿的對象 讓我們向他致敬,為他的毅力和勇氣喝彩 下架洛杉磯奧運,相信年齡不會成為Andre McDonald的阻礙 期待再在賽場上享受他帶來的樂趣 感謝你的觀看 我希望你覺得這個影片內容豐富有趣 如果你喜歡所看的內容,請無必訂閱我的頻道 以隨時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內容 我有各種播放列表,涵蓋廣泛的主題 因此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的內容 透過訂閱,你將第一個知道新影片何時發佈 如果你希望我在以後的影片中介紹任何問題或主題 請隨時在下面發表評論 你的回歸有助於我創建適合你的興趣和需求的內容 我喜歡聽取觀眾的意見並重視你的意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